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蚂蚁博士来消息了 博士的不靠谱发明 嗨 亲爱的五星蚂蚁们 又有新任务了 博士 有小灵珠的消息了吗 没错 这次代表诚信的信息小灵珠就在 博士请回话 怎么回事 听电了 一定是基地的电闸烧坏了 来抓我呀 要赶紧修好才行 太黑了 我看不清 别走 对了 霍聪聪 我前几天借给你的手电筒呢 那是博士的新发明 正好能派上用场 手电筒 在这呢 不过 我把电池借给金筒筒了 金筒筒 赶紧把电池还给我 可是 我早上借给土豆豆了 土豆豆 电池呢 电池 电池在哪儿呢 好像在房间 不对 算了吧 反正里面已经没电了 我找出来也没用 土豆豆 你怎么可以这样 借的东西不还 金筒筒 金筒筒 你没资格说别人 好了 不要吵了 你们三个金物不还 不讲信用 都有错 对不起 对不起 有错了 遗传的五星蚂蚁 竟然不知道 这块电池的用处 老大 就这小铁怪能有什么用处啊 反正比你用处大 经过我的聚能电流压缩后 它的能量超乎向下 哈哈哈哈 啊 亮灯了 刚才通讯怎么中断了 出了点小故障 现在已经凶好了 博士 你还没告诉我们 小灵珠在哪儿呢 对啊 小灵珠 就出现在中国的 国家游泳中心 也就是俗称的 水利坊里面 水利坊整体设计 为立体的方形 是08年北京奥运会的 标志性建筑之一 它的魔结构建造模式 更堪称是世界之罪 好了 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 你们赶紧出发吧 是 博士 小灵珠应该就在里面 我们去那边找入口吧 好嘞 有见面了 真不要脸 老是跟着我们 谁说我跟着你们了 本天才 现在就超过你 加油加油 超过他们 怎么样 可恶 让你见识一下 聚能魔力电池的厉害 雷电加速 雷震震的车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 老大 小灵珠在那儿 幸运女神 这次在咱们这边啊 泡得快就是好 放下小灵珠 五星召唤 燃热 燃热吧 美丽的燕火 烈焰一刀 炭有 五行召唤 点亮吧 诚信的光芒 大帝的 快把小灵珠交出来 哼 碍事的家伙 土豆豆 我们上 看招 飞檐黏土 抱拳龙剑方 小灵珠快跑 救命啊 快来人啊 闭嘴 不要乱动 活该 现在你们没拙了吧 雷珍珠 我们来做个约定吧 只要你肯交出小灵珠 我们就把你救上来 好 我答应 快拉我们上去 给 现在我们互不相见了 算你老师 快把小灵珠拿出来吧 怎么是块电池 不好 被调包了 小灵珠还在雷珍珍呢 不可理喻 雷珍珍竟然这么不讲信用 快追 小灵珠 下辈子吧 不好了老大 请你有条大沟 我们过不去的 哼 不就是条小沟吗 看我的绝招 雷光加速 加速 加速啊 怎么回事 老大 你把聚能电池跟小灵珠掉包了 没有电池怎么发动绝招啊 什么 这就叫自食其果 救命啊 快拉我们出去 好呀 你们等着 不过我们现在没力气 等不起吃饱了再说吧 怎么办啊 雷珠小灵珠一定是本天才的 可恶 这次 这次只是一失失误 要是你在脱后悔 那只死后腿啊 老大 加强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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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童童 书上说 训练过度容易拉伤肌肉 那样你就使不上力了 没事 小意思 金童童 你没事吧 手好像扭到了一下 我去叫水灵灵 帮你治疗一下 不用了 好像没什么事了 应该没什么大碍 没事就好 以后可要注意点 金童童 原来你在这儿啊 麻烦你帮我打开这个罐子 嗯 小意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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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居然拔不开 你可是不来星的大力士 连你都打不开啊 嗯 我再试一下 嗯 哼 哎 嗯 怎么还是打不开 嗯 嗯 算了 难道 被木托敦说中了 我的力量真的消失了 力量消失 难道金童童吃错东西了 嗯 嘘 别吵 都怪老蛋你提起吃东西 我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嗯 啊 什么声音 喵 喵 我 奇怪 怎么又是猫叫又是狗叫的 伙伴们 我是来消息了 哦 来了 嘿 啊 总算蒙过去了 我 我 我 你还有完没完呢 啊 这次是代表诚信的信息小灵珠 就在天津之眼摩天轮上 摩天轮坐落在天津的海河畔跨河而见 桥轮合一 是世界上唯一建在桥上的摩天轮 哇塞 那咱们可以玩完天了 你们的任务是寻找小灵珠 别只顾着玩 赶紧出发吧 等等 我把五行风筝传送过去 五行风筝 为风筝出发 走 我们也赶紧行动 我们要到了 前面就是天津之眼了 哇 哇 这里好大啊 下面就是世界上唯一建在桥上的摩天轮 啊 发现小灵珠了 在那儿 我去去小灵珠 小心点 还差一点点 董董 董董没事吧 究竟是谁 嘿嘿 打雷啦下雨啦 回家收衣服啦 又想打小灵珠的主意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五行召唤 燃烧吧 美丽的焰火 烈焰金刚 咦 要是谁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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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豆豆 我来帮你 土豆豆 飞烟连驼 土豆豆 看我的 天弦雷破 土豆豆 小心 土豆豆 土豆豆 你还好吧 五星召唤 灵魂的 爱心的呼唤 神木战狠 雷灵雷 你快帮我匆匆治疗 我来掩护你们 还没完呢 天弦 老大 我实在是没有力气了 疼死我了 机会来了 年处风月 老大 我来救你了 风小小 你这没用的家伙 紧帮倒忙 小心点 小灵珠拿到了 太好了 任务完成 小伙伴们 我们撤 我的超能板落下了 老大 我们还要在这儿欣赏风景多久呀 我怎么知道 我有办法了 糟了 摩天伦怎么突然启动了 好像出故障了 大家往反方向跑 别停下来 崩溃点 崩溃点 摩天伦越转越快 你们迟早会被甩飞的 雷震震 你好威逼 博士 不好了 大家被困在失控的摩天伦上面了 这可怎么办 有了 摩天伦的中轴位置 有一个手动控制盘 只要用力扭转就能停止了 金彤彤 凭你的力量一定行 力量 你还有力量吗 金彤彤 怎么回事 我伤到了手 现在使不上劲了 你不再是大力士了 还是早点放弃吧 金彤彤 别受他们影响 你要振作起来 可是 好吧 那我试试 哼 想自己一个人推动装置 那是知心妄想 是这里 对不起了 大家 我推不动 我帮你检查一下 奇怪 你的手明明没有受伤啊 金彤彤 你要相信你自己 不行不行 我做不到 有办法了 启动传送功能 这是我新发明的大力神护腕 可以让你的力量增强数百倍 真的 太好了 白倍力量发动 停止了 哇 成功了 谢谢博士 大家都没事吧 金彤彤彤 干得好 终于脱身了 这就是大力神护腕哪 多亏了博士的发明 诶 我的大力神护腕哪 在我这儿呢 我要利用这大力神护腕 打坏开关 让摩天伦彻底失控 大力神船 疼死我了 下次叫你突然迷什么人 怎么会这样 其实那只是个普通的护腕 并没有什么魔力 可是 如果没有大力神护腕 那我怎么能停止摩天轮呢 其实你的手根本没有受伤 你只是遇到了小小的挫折 从而产生了恐惧的心理 在生活中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只要你勇于面对找回自信 那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明白了 谢谢您博士 原来那个护腕的唯一作用 就是让金彤彤找回自信呀 这就叫善意的谎言 都是博士的大力神护腕害的 不然小灵珠就是我的了 说话呀你 你每次都这么说